嗨,大家好,我是安祖,歡迎回到Automachef 接下來就來玩可選關卡,目不見海 首先要完成20份訂單,然後 電力消耗要少於650 好像有點小耶 總共有薯條、肋狗跟炸雞的樣子 什麼人?報上名來,不然格殺無論 啊,是你啊,抱歉了,人類同伴 沙灘這裡的電力限制 真的氣得我齒跟癢癢 我自己也試過能不能做一套高效率的佈局 結果總是搞到停電 能不能幫我解決一下 所以說,它這個有什麼問題? 停電嗎? 那這樣的話,薯條 如果不要擺那麼遠會不會比較好? 然後這些好像可以整合一下 再來把它調整看看 把它改成這個樣子試試看 就只用一個油炸機 然後這個油炸機是用這個 硬丹讀取器控制的 就只有專門控制它 這樣子試試看 這樣子好像 這樣子好像 最後是完成了 但是耗電跟食材 好像浪費掉了 怎麼做呢? 再看一下 首先把這個讀取器 這個變成啟動5秒 然後這個操作一次 這個讀取器是把包裝機的部分改成一次 然後這個沒有變 這個的話也是把包裝機改成一次 再來是這個 這個也是把組合機改成一次 然後把這個 肌肉這些 這三個改成10秒 這個馬鈴薯改成15秒 這樣子 之後就開始營業 成功了 雖然出餐速度變很慢 不過至少把消耗食材的部分也減少了 接下來 碼頭高壓 不知道是什麼東東 40份訂單 這個是什麼東東 終於重回海邊了 不過不要吸進太多空氣 否則會腐蝕體內的電路喔 考慮到這裡的供電問題 跟大多數人類一樣 公共失業公司的接待員 也是令人作偶 必須絞死他 讓他給我解決場地附近的供電問題 結果根本幫不上忙 人類的末日可不等人 我已經給了你大量的預算 作為補償 多多使用訂單讀取器 存下每瓦珍貴的電力吧 據我估算 沙灘漢堡 今天一定會特別受歡迎 所以一定要隨時留意訂單 甚至還有一些新機器供你使用 這樣就能以更高效率做出漢堡啦 所以說有沙灘漢堡 這是什麼 家族套餐 怎麼好像 空氣很多 123 4567 7個 沙灘漢堡有4個 配菜沙拉有3個 總覺得好像有點複雜 有點複雜 薯條有需要嗎 喔薯條是在那個家族套餐裡的 可以說 先來把東西擺一擺吧 這裡有新的 高速分配器 消耗的電力多好多 每兩秒就有新的食材 先把它設計成這個樣子好了 首先這邊是炸雞的部分 這個讀取器 就是讓它有兩次出菜 然後 這個手臂的話是負責在 油炸鍋裡 夾取炸雞 往這邊送 然後馬鈴薯的部分 執行一次操作之後 然後 由這個 手臂 夾取 往這邊送 接下來沙拉的部分 比較複雜 這個是 接到訂單的時候會 出一次料理 然後來到這邊 組合之後會先 保存在這裡 再由這個 來控制家族套餐 往這邊送 另一個 配菜沙拉 就往這邊送 最後就是這個 漢堡的部分 這個就比較沒什麼了 就只是操作次數 然後這邊就 省電的部分 大概是這樣 之後就直接來測試看看好了 錢用到快沒了 第一份訂單 家族套餐 感覺會很耗電 希望不要超過五萬 這邊 開始出菜 再製作 製作 又一份 這樣來得及嗎 這個製作速度 有點久 炸雞 這邊炸雞正在炸 要等 歐三份了 感覺好像有點 擁擠 希望沒有問題 好像有點問題 這邊 這邊送出去 第一份完成 但是還要缺 三份 沙拉的部分這邊已經有送過來了 這邊比較沒什麼問題 第二份的時間 好像卡住了 大部分好像都是缺炸雞 所以 就這樣嗎 第二份出來了 炸雞的時間比較久 都卡在這裡 這樣子 第三份包來不來得及 暗保上就不用去管他也沒關係 他自己是一邊的 只是電力消耗好像有點 太誇張了 這個快來不及了 快來不及了 這樣沒問題嗎 家族套餐 這一份 還缺個炸雞嗎 糟糕 開始了 紅色的燈 送出去 之後還缺炸雞 感覺炸雞都卡住了 呵呵 炸雞卡住了 要製作很久的時間 但應該沒什麼問題 電力的部分 就 再加速看看 成功是成功了但是 這兩個 好像這個多一個 這個消耗的電力有點太多了 不知道要怎麼樣減少 嗯 要少一點 1800可是這差太多 效率 效率 也沒什麼報告 要再試試看嗎 試試看好了 不行的話再放棄就好 哈哈 只能暫時把它設計改成這樣 不過這樣子的話耗電量還是沒有辦法通過 大概是把這裡 改時間 有8秒跟20秒的 這個是漢堡的部分 然後這一台把它用來用肉餅 接下來是這邊 自己獨立一個 炸雞 這邊的話 就只是 沒什麼變化 哈哈 然後接下來 這邊一樣是負責出去 因為這個 出送袋從這邊移到這邊 所以說簡化很多 比較省電一點 再來就是薯條也是 調整時間 用時間稍微控制一下 這邊也是 不是這個 這個 也有控制食品處理機的部分 另外主要就是比較麻煩的地方是 包裝機 不知道為什麼 不能設定成 執行一次 它會變成做到一半就停下來 反而有點奇怪 他沒有把東西送出來 所以沒辦法使用 大概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 結果就是 至少食材量有減少 最後的結果就是這樣 這個電力還是超出了 不過食材量減少很多 有兩個 一個是教學 一個是 大高潮 先從教學開始好了 什麼是災難教學 這不是普通漢堡嗎 有什麼災難嗎 又見面了我親愛的人類搭檔 你大概也知道 有的時候 事情並不會像想像中那麼順利 有的時候食材會卡住 有的時候情報機構會開始跟蹤你 有的時候機器會著火 喔?著火嗎? 而今天我們就要學習這最後一件事 我要給你演示一些方便的方法 可以撲滅這些煩冷的火情 這是一處設計很糟糕的廚房 你過一會兒就會發現 它有不少設計缺陷 等我啟動機器你就明白我什麼意思 喔喔喔喔燒起來了 為什麼? 這裡為什麼燒起來了? 而且還燒過來 看到沒?因為食材在傳送帶烤架待太久 原來是這樣子 同樣的情況也會發生在其他機器上 比如普通的烤架與油炸機 如果著火之後太久不管 最後的食材都會一起被毀掉 如果你是個懶惰的人類 幫任火情繼續發展 附近的機器可能也會著火 這可不妙 你說呢? 搞不好會有無故的機器受傷呢 搞不好會有無故的機器受傷呢 我們先在這裡放一個滅火機械壁 放在這裡 有方向的嗎? 好飢餓 就來看看他的效果 喔他會自己轉方向 喔原來是這樣子 接下來調整廚房 右鍵 這個 分配 這個不就是最一般的教學嗎? 代表這樣就不會燒起來了 應該是這樣吧 哈哈 可是麵包一定要一直出去嗎? 不能兩個一起設定嗎? 把它加速 這個麵包一直進去 只要三份訂單就完成了 簡單的教學 就這樣結束了 回頭記得努力 朋友 我想說的是朋友 你騙人 接下來這是什麼 50份餐點 這個不是一般的漢堡嗎? 今天在沙灘會舉辦排球比賽 雖說完全沒有任何樂趣可言 但不知道為什麼 人類就是特別喜歡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這片場地的供電一向不好 要我怎麼做出足夠的食物 填飽一大群人的肚子 嗯 跟我一樣身為血肉之趣的人類 我也有一個很妙的主意 我從鄰居那裡偷來了店 但我估計他們很快就會發現我們的小把戲 所以動作一定要快 你需要在三分鐘內製作50個沙灘漢堡 雖說這任務很艱難 但我知道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這個可以放什麼 大型的 可以放8個 還有快速的分配器 這個就只有一份 這樣的話 大概就設計成這個樣子 這個關卡沒辦法使用那個讀取機 因為他這個訂單 已經列在上面了 不是新訂單 所以就只能靠時間 來解決一切 比如說這個改成7秒 這個改成7秒 這樣子 6秒 然後這個用最快速的2秒 這樣子一份就出去了 然後這邊是用來補充一些不夠的地方 這個就比較久的時間 2525 15 7 大概就這樣 這個比較慢速 只是為了補少掉的那幾個 這樣子就直接開始吧 就是這樣 很多訂單 用最快速度開始料理 其實這個應該可以再改慢一點 就不會計成這麼多了 剩下30秒 快完成了 這樣就完成了 接下來是油炸天才 總覺得這個名字好奇怪 油炸天才 40份訂單 這個有油炸嗎 不是就只有炸雞嗎 有點疑惑 我們位於機場的新廚房 空間真是大 像這樣的運輸中心 對我們的計畫來說 可是至關重要 這樣關鍵時刻來臨的時候 人類都跑不掉啦 一定要注意這裡有兩個配送窗口 一個餐館用的 還有一個外賣用的 兩邊都會有訂單出現 而且一定要將菜肴配送到正確的窗口 怎麼 這麼難 我建議把完成的菜肴放入儲存單元 然後利用機械臂 拾取最好的菜肴放到輸送袋上 配送給正確的窗口 你可以使用這裡的訂單讀取器 根據訂單的來源調整機器的操作 這裡的訂單處理器 什麼意思 不太懂 所以這裡有兩個出口 這個是外帶的吧 這邊是內用 廟裡的部分好像沒什麼不一樣 很好 開始安排 因為有分內用跟外帶 所以就是要用讀取器 來控制手臂 一個外帶一個內用這樣子 然後走不一樣的輸送袋 其他的訂單處理器 就只是控制他的次數 或者是什麼時候啟動 省電 炸雞這邊有 另外加這個 這個比較快速的處理 他只要兩秒就可以出一個食材了 大概是這樣子 接下來就直接營業吧 第一份訂單 培根漢堡 內用的 所以 這邊會開始出一些食材 大概送到這邊 由 讀取機決定 這樣子應該快好了 炸雞也開始運作了 食材送出來了 話說炸雞好像 只要生雞肉都會有這個 沙門氏菌 有點奇妙 可能雞肉比較不會生嗎 漢堡已經送出去了 然後炸雞這個時間比較久 所以特地把他拉過來這邊 這邊是外帶的 好 接下來有三明治 也開始運作了 目前還沒有訂單應該是熱狗 這個製作速度也有點慢 大家一起黃燈 真是有點擔心 剛剛那個炸雞把它送到 內用去了 馬上補一份 外帶 這樣應該沒什麼問題 總算有一份熱狗了 熱狗比較簡單一點 只要送進組合機裡面 組一組應該就完成了 接下來就是爬山過去 再爬山 然後就到出山口 完成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話說這個9000好像給的很多 只花了6000多 再來就是 精彩分成 要配送75道餐嗎 還有它是兩個套餐嗎 是 應該不會太難吧 這次的飛行表演還真是賺翻了 真是想不到 人類居然還會產生用手指指向空中飛機的衝動 總之 今天的菜窯只有兩種菜窯 不過都是全新的組合套餐 別忘了檢查每個組合套餐所需的特別菜窯喔 我看到了一些古董飛機 可以趁能不注意搞些螺酸螺母 回頭見啦 朋友 三億機套餐跟高度計套餐 嗯 這個是普通漢堡 加上沙拉 這個是 奶酪漢堡 加上薯條 都是做過的東西 那就 再來安排一下好了 不過這裡有點急的感覺 所以我擺的滿滿都是 這邊是負責那個沙拉的部分 就有這個控制 這個是有控制次數 然後這個也是次數 還有省電 再來就是 這邊是薯條 有這個控制 然後這個油有把它用高速 這邊的話就是 奶酪漢堡 往這邊送 然後組出去 那就直接開始吧 第一份訂單 三億機套餐 第二個 高度計 這邊運作的 應該沒什麼問題 蔬菜進來 所以我就組裝 這邊再組裝普通漢堡 這邊再組裝奶酪漢堡 接下來這個是薯條 正在油炸 這樣子 第一份套餐 沒問題 高度計套餐 也沒問題 接下來就是要做75份 漫長的75份完成 效率好像很不錯 沒有什麼事件 之後又分成兩種 一個是可選的火火火 之後又是膠塵 液體食材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飲料之類的嗎 還是湯之類的 之後再來看是什麼東西 那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囉 如果想對我說話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謝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